在俄乌战事的阴霾之下 原子科学家们把末日中再破坏了10秒 距离象征时间末日的午夜 仅剩下90秒 这是历来最接近的一次 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负责人布朗森24号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矿日持久的军事行动 加剧了核战 疾病和气候变化的威胁 令人类拒灭绝更进一步 此组织另一位科学家指出 随着俄乌局势日趋混乱 俄在乌部署生化武器的风险已在升高 不论有意或无意 偶然或必然 这无疑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 而为引起相关方注意 公告也首次译为乌克兰语及俄语面试 末日中的概念 由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原子科学家 于1947年设立 旨在警示各类天灾人祸 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 午夜则象征世界末日到来 原子科学家公报每年就此评估调整 1947年首次设定为距午夜7分钟 而1991年冷战结束时 距午夜最远为17分钟 上次调节则是在2020年距午夜100秒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调节目标的